你们好呀 两年没上节目了 我知道有些观众这些年对我有误解 觉得我一直在隐藏实力 你们有过自己藏一个东西 藏着藏着就找不到了的经历吗 我现在偶尔在小某书上看到有人说 张柏阳他就是不出场 出场就是王炸 我都感觉压力好大 有时候甚至会一些小号给他留言 我说你们也不要神话他 其实他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一分钟后收到回复 你懂个屁 我不光喜欢看自己的评价 还喜欢看别人的 实话说 我还挺喜欢看其他演员的差评的 就特别是我自愧不如的那些 我对他们的差评 这个喜欢程度啊 有的时候甚至高于自己的好评 没有人能拒绝这种快乐 因为骄傲是生理反应 没有人可以跳过骄傲 直接谦虚 我觉得哪怕是人类历史上 最谦虚的那个人 苏格拉提 当他写出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这句人类历史上最谦虚的话的时候 他心里的第一反应 肯定也是 多么几句 可以啊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我现在没演完一场 自我感觉良好的演出 都会跑去小某书上 搜索自己的好病 确实快了 我觉得苏格拉提能保持谦虚的重要原因 就是他那个年代 没有这款APP 不然的话我不相信 他在搞完一场 自我感觉良好的演讲之后 能忍住不上去搜自己 苏格拉提 0326 report 为柏拉图来的 结果被苏格拉提圈粉了 苏格拉提 古希腊掌管 古希腊哲学的神 ye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